立委補選金門六搶一 國民黨歷經首位女立委 原基本縣立委楊振舞 與去年底組合一大選當選金門縣長 實行立委委員會 從今年16號選民選 目前也若名候選人長逐 競爭十分激烈 金門的選舉人數大概是 一萬多但金門力氣的投票率都不高 像2016年的投票已經有3、3、8、1 他們大概一萬多票就可以當選 所以說任何一點點的變動 影響就非常深遠 國民黨在去年就回憶選舉獲勝 贏得憲獎主政權 專要表示這對國民黨歷的主選是很多 大家對民進黨不利 基本上是藍大於利的 如果不是藍大於利的話 陳昌將就不用脫黨 我們看著人看很久 最重要的是 死忠如意 這不是我們這個人純樸的精神 我們一定要讓 洪麗平 我們國民黨唯一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高票當選 就是要團結一直 唯主要不可以輸 此外專家分析六位候選人 勝負關鍵取決於中心投票率 有時還得看老天爺挺誰 最重要的是他們決定的關鍵是 楊氏中心這次沒有吹人 他們支持誰可能就是中間外 他們這些中心能夠動員多少人 從台灣回去投票 也是有變數 飛機能不能夠準時把他們的支持者 帶回金門 可能就會是個過程 可能由他老天爺會走掉 這次程序中心來 和兩位同學人參選 專家們是 同學選頭 將決定隨著一面到來 陳昌將 陳昌將就是陳昌將的 所以陳昌將的票要同程 任何人到最後會不會長到他們 到最後誰能夠真正獲得選舉 洪志衡啊 或者是盧冠嶼 他們努力空間都還滿大 因為洪志衡上次出來選的時候 獲得了1.78%的選票 從國產的 選票的 就是要有什麼 地位 楊丁是高雄最好的 天貨的 非常地貨的 非常地貨 非常地貨 楊丁最議員的一二十二來 任何地貨的 一通電話 豬肚獨家 我 就是滾了更多 打拼更多 我一定會一步一腳 是五個鄉間 會吃滾了再贏 中央的勇法 我是有法律的 我一定會怪人的 我記得我在做任務的時候 世上在做認證 吃老土地 我們五個鄉間 他投資 他投資 他很滾了 還很 魄力 臉屏仔隊 全力一步 多謝文 今晚報道 我 你不可以吃 我 我 有